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书生Academy 这次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是我自己写的 是用来给点杀泰坦2 Type泰坦2 来做这个工会CSV分析的 那么网址我大概会贴在屏幕正中间 你们可以点进来 但是现在网页是全英文的 但是也不为难你去看 你只要点点点就行了 本人也就是从事数据分析和数据engineer的 所以说对这种CSV类型的东西还是非常感冒的 所以说我就设计了这一个网页 欢迎大家使用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些功能 首先我们点进去了CSV Submit 点进去之后 你可以填写你的email或者不填写 随便你 但是我以后会根据你的email做一系列改进 所有的网站正在开发当中 好然后我还会告诉你 你可以填也可以不填 finish the date就是你完结日期 就是当你这一次突袭完结的是哪一天 就比如说你是今天完结的 那你就是写个今天就6月2号对不对 那你什么时候完结的就写什么时候 你可以把以前的也可以一起上传 然后clin ID你们公会的ID 你们公会的ID你们看在这 在哪呢 点开你们的公会 点击信息 然后再点击公会信息 会有一个有个这个clin code 这个code叫qnex2 qnex2 好我们打定去之后呢 就请把你的CSV站在这 把你CSV站在这 怎么把它给粘出来呢 还是看我们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点击信息 clin info 前一次前一次突袭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A复制 他说就复制好了 那我们就把它给 粘到网站上 好我们点击submit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一系列的 主要是以这一次的突袭数据 来进行的各种分析 就比如说我们 我们这现在上面 这个上上上上上 就表示做得非常好 它是有几个条件的 条件我就不一一列出了 总而言之反正就是 表现的越好 就比如说突袭打满次数啦 百分百伤害啦 前世伤害啦 或者那些比较有问题的 就比如说 比最大突袭次数少了八个的 对吧 或者说是 有效伤害是低于90%的 我的这一个特点呢 是你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什么呢 不需要去点那些 哪个泰坦不打哪个 哪个泰坦不打哪个 他们做得不太很好 不是很好 所以说呢 我就以我自己的分析方式 不需要去点 我自己去就可以生成 哪些哪些不打 哪些打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第一个塔克达 特特达 我不知道你的 没有左腿 没有右腿 摩卡不打熊 第二个塔克达 也是没有左腿 第三个也是一样的 第四个是不打熊 但是第五个呢 问题就来了 他又不打 左手也不打右腿 也不打 左腿 他是不是不一样了 别的在你每一次打里面 你每一次都是固定的 他的不能半途而改 半途而改 好了 别以为就这么一点功能 我还可以告诉你 工会平均伤害 2.91 对 2.91没0 总共的泰坦数是8个 49个人参战 那我们还有什么呢 有效伤害 对吧 平均伤害 然后他突袭的次数 还有效率是百分之多少 有效伤害占比多少 然后呢 又有什么呢 你看到吗 这东西是可以点的 你可以点的 那我们就可以点进去看 就比如说点我 书生学院 书生开的 这个是什么 我还有根据每一次的 伤害的 作为的一个柱状图 但其实这里是用那个 线形图更好 线形图更好 Line 用Line更好 但是呢 正在开发中 那我们还可以仔细去看 我们每一次突袭 干了些什么事情 每次突袭 干了些什么事情 所以说呢 你就不需要 去再去做一些 点点点啊 无谓的那些东西 所以说 我这个网站就够了 那以后 还会有更多的这些功能 给加上去 功能功能加上去 比如说这个图啊 每个人的爱好啊 好 我的首页看一下啊 大家拜拜